你是跑步新手嗎? 你是不是有常見的跑步問題 一雙鞋從上班下班到跑步 那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呼吸的需求身體會告訴你 這雙叫Rise 這雙叫Strike 屁股中心有點稍微往下沉 或是腳有點往前跨步 我買了一雙很貴的跑鞋就可以幫助我 這是不可能的 它必須要跟你的肌肉力量來做搭配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家洋隊 今天這一集算是我們全新的系列 叫做新手友善特輯 沒錯 這個系列呢 我們今天開始準備為大家帶來 新手跑者常見的幾個問題 你是不是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可能覺得很常膝蓋痛 或者是跑步裝備不知道該怎麼選 甚至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跑沒幾步就喘到不行 然後完全跑不下去 你對於跑步 還沒有真的領悟到什麼叫做Flow 因為我就是跑步的新手 沒錯 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解答 在跑步新手常見的幾個問題 還有跑步在新手過程當中 最適合挑選一雙跑鞋 OK 我們今天邊跑邊跟大家聊一下吧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跑者啊 其實在新手跑者比較常做到的錯誤動作 前面影片講過很多次 就是可能在重心的位置 落點沒有這麼好 因為新手跑者通常跑家裡附近嘛 像我現在跑到這種街道上 那第一個 地板的材質其實是比較硬的 那如果在這種材質情況下 你的動作沒有這麼好 可能像屁股重心有點稍微往下沉 或是腳有點往前跨步 讓你屁股重心坐下來往前跨步的時候 重量就會都落在前腳的膝蓋上 那這樣其實跑久了啊 對於前腳的膝蓋負擔其實蠻大的 而且你會跑一下就覺得 好喘 越來越喘跑不動 這種情況下就會讓新手跑者跑不久 記得跑的時候 把屁股從原本坐的地方稍微拉回來 第二個是覺得核心要稍微出力 因為當你核心穩住之後 屁股才不會往下掉 這個時候抬腿才可以有效的 往前進方向抬腿 不會因為屁股重心過度下沉 導致你跑步的重心越來越低 大家也可以邊看影片邊試試看 你現在把屁股坐著這樣跑 大腿前側的負擔很大 但當你把屁股收起來之後 其實落腳的動作啊 就會貫穿你的整隻腳 小腿大腿到屁股 是一起平均分擔的 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新手跑者啊 通常...欸先停先停 第二個就是新手跑者 通常在跑一段時間 可能會覺得剛剛講的 膝蓋有點不舒服 但通常除了剛剛講的 跑肢問題調整之外 也可以多加強大腿跟臀中肌 你腿大腿周圍的這些肌群 因為當你落腳的這些肌群 夠強壯穩定之後 可以減少它的落地負擔 所以可以的話 可以在家裡多做一些像這種 單腳的硬舉 RDL 或是正常版的這種半蹲深蹲 其實對於大腿前側的肌力加強 都蠻有幫助的 對於新手來講 肌力提升了 相對於等於你可以用的範圍變多了 才可以撐比較久 OK 繼續出發 第三個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呼吸調整 呼吸調整其實在跑步的過程中很重要 第一個是要跟你的不平來做一個 疲配的這種動作 當你頻率越快 呼吸就可能會隨著 你的攝氧需求會慢慢提高 所以不要刻意的去 刻意控制你的呼吸 什麼意思呢 你明明就跑很慢 不用那麼呼吸很喘 可是你在過程當中一直 跑久了 你就會因為你的呼吸 太過於過度控制了 導致你在跑步的過程 把自己過度換氣 讓你越跑越喘 所以記得呼吸的需求 身體會告訴你 當它變喘了 它有需要更多氧氣 它就會自動變得呼吸頻率變快 所以不用刻意改變它 除非你真的已經很喘了 那你可以刻意的做一點調整 跑步的時候 像這樣鬆細放鬆 是OK的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跑步過程中 裝備也很重要的這一環 因為其實很多跑者 在一開始 跑步可能會挑選一個 不能匹配自己的跑鞋 什麼意思呢 它可能明明就跑六七分數 但這個時候呢 它選擇一雙 或許像Adidas Pro 3 或是Evo 1 這種動輒七千到一萬 價錢當然不是絕對 但是 當這種價錢越高的跑鞋 通常來說 它的需求定位也會越高 那這個時候 對於它的跑步狀態來講 可能就會有點拖累它 因為它肌力可能只有等級10 可能它跑鞋是等級100 對它來講就是越級打怪 所以千萬不要有那種新手迷思 覺得我跑步不快 我買一雙很貴的跑鞋 就可以幫助我 這是不可能的 它必須要跟你的 肌肉力量來做搭配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推薦 我是腳上的這雙 Supernova 我們今天影片穿著的這兩雙跑鞋呢 其實就是非常適合 推薦給新手跑者所選用的跑鞋 那剛好講到 其實新手跑者就非常適合 比較緩震 舒適為主要訴求 那推進效果不要太明顯 不要太暴力 讓你撐不住 那它可以帶給你長時間的穿著 反而是最重要的 甚至啊 你在日常下班通勤 它如果可以陪你一雙鞋 從上班下班到跑步 那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那這兩雙跑鞋有什麼不一樣的呢 它們都是Adidas家的Supernova 這兩雙有點小小不一樣的 這雙叫Rise 這雙叫Strike 那這雙跑鞋在落腳的感受上 你會覺得哇 踩起來的感受真的是很舒服耶 這雙如果叫我穿一整天 走路上班到下班通勤 甚至要直接去跑步 我覺得這雙鞋完全可以搞定 那原因是它整腳的這個中底材質呢 全部都是使用這個Dreamstrike Plus 這個中底材質呢 整體因為它的發泡工藝跟EVA不太一樣 所以它其實按起來是比較Q軟的 第二個在大底的地方 可以看到跟剛剛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有這個綠色的這個結構材質 那這個是他們的Support Rods 有點像是依照人體工學的這個爪型 去支撐你的落腳穩定 所以其實可以仔細看到 它在上面這個夾層跟下面這邊 多了一個綠色的這個電料 那它是整個包覆貫穿你的腳底的 所以它在落腳的穩定度上 雖然中底啊 整腳都是這個Dreamsky Plus 可能感覺會過度Q軟 但有這個最下層的人體工學的這個爪狀 幫你穩定住 其實跑起來的感受好會覺得穩定不少 甚至因為它很穩定 你甚至有兩種很舒適的感覺 第一個是它非常Q軟 第二個是它又不思那種落腳 會有可能過度不穩的狀況 如果你更喜歡穿起來很舒適Q軟的腳感的話 你一定要選擇這一雙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我手上的這雙 Supernova的Strike 這雙Strike 雖然是定位價錢來講 相對於Rise稍微便宜一點 但我個人認為Strike的腳感 更適合你可能比較 對於跑步速度訓練更有需求 然後想要它反饋直接一點 那原因差別呢 它跟Rise稍微有點不同的地方 是它的中底設計 像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的這雙Rise 它主要是三名字的夾乘結構 在中底全部都是使用這個 Dreamstrike Plus的中底科技材質 那像這雙Strike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可以仔細看 它這邊有寫Dream Sky Plus 在上層這邊有一塊 有沒有 前掌這一塊 最主要你在落地準備推燈離開的地方 在這一塊呢 它有特別加入了這個比較舒適的這種腳感 但在下層部分 全掌都是使用這個EVA的材質 所以兩種不一樣的材質 複合起來 腳感上會顯得比較紮實一點 沒有像Rise這麼軟QQ彈 但我覺得舒適感受 在最後離開地板前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這一塊 Dreamstrike Plus的這個舒適Q彈的感受 跟中底以下的這一塊EVA 感覺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那整體的跑感舒適度 我認為如果你想要追求速度 那你比較喜歡跑步的腳感比較紮實的話 或許你可以選擇這雙Strike 是比較適合你的 大家剛剛看上面 跟中底好像除了材質有點不一樣 比較好奇的應該是鞋底的設計 整個鞋底的設計 我手邊的這雙Strike 這雙是Rise 那可以看到 它整個鞋子的結構 看起來好像有點相似 又有點不一樣 看到這個 其實它是一底成型的這個EVA材質 所以整體的軟硬程度 其實是一樣的 那外層呢 加上了這個藍色的防磨的這個 AdWares 它的外底的這個防磨設計 那相對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這雙Rise上面 那在Rise上面 可以看到綠色的這個邊條 按上去的材質 其實是比較硬的 但白色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軟了很多 其實軟硬差很多 它這個綠色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Support Rods 就是可以包補你穩住的這個效果 那外底呢 一樣是使用這個AdWare 我看了 蠻多 評測的結果啦 跟我這雙實際也跑了大概40公里了 所以 其實它的磨耗程度非常小 整體耐磨性應該是非常好的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手跑者啊 在選鞋的時候 可以朝幾個大方向去選 第一個呢就是跑步的過程 你這雙跑鞋一定要是舒適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當這雙跑鞋不舒服的話 其實你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覺得 怎麼踩怎麼腳都很不舒服 然後腳很容易痛 你知道新手就是有痛痛病 跑沒幾下就 這裡痛膝蓋痛的 這個時候如果有一雙好的跑鞋 跑起來很舒服 會增加你出門跑步的意願 第二個呢 是緩震需求要好一點 因為在剛開始跑步的人 叫跑者 他其實在落腳的動態啊 或是跑之上 不確定是這麼精準 是好的跑步動作 所以如果這時候跑步的鞋子 可以幫助你達到很好的緩震支撐效果的話 我認為對於新手來講 是比較可以避免 因為你跑步動作錯誤 導致的這些 可能性的運動傷害產生 下一個要推薦的呢 就是新手跑者的跑鞋啊 通常一定要是那種很萬用的 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選了一雙太高貴的跑鞋 你可能只有跑步的時候 才會把它拿出來 因為很貴捨不得 但又因為這樣 你通常下班 還要回家拿跑鞋在出門 就大大降低你想要出門跑步的意願 所以可以的話 你最好是選一雙 上班通勤也可以穿 走一整天也可以穿 跑步也可以穿 就算你今天真的不想跑步了 你拿來上下班通勤走路 也是很OK的選擇 那我覺得這樣對於你在剛開始跑步的 這種鞋子的選擇的話 會是比較有機會 讓他出場的事數是比較高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幾個 關於新手可能常見的 跑姿啊 肌力啊 呼吸技巧 甚至是你在跑步訓練的過程 希望這些小提點 對大家都有幫助 最重要的是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這雙Supernova的跑鞋 如果你是跑步新手 你也在找尋一雙 希望可以舒適緩震取向 甚至一雙鞋 可以適合你一整天的行程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到店裡 一定要試試看 那除了新手跑者之外 像我個人 接下來也正在準備好幾場的馬拉松賽事 那我就會把它拿來定位在我日常的 低強度的LSD慢跑訓練當中 像平常可能 一個禮拜我要跑三到四次的這種 十到十二K 我就會選用Supernova來跑 是因為這雙跑鞋 跑起來的腳感非常舒適 對於隔天啊 你的肌力狀態 不會特別覺得非常疲勞 所以也蠻推薦 如果你是訓練一段時間的跑者 千萬不要覺得這雙跑鞋 只適合新手 這雙跑鞋呢 也非常推薦大家 在平常日常中 來做慢跑使用 好啦我是你的教練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